HELLO 大家好,我是CASE 今天來跟大家玩一個新遊戲 今天我們試玩這個三角接班人 先進去 大家猜猜左手邊這隻是誰 好,開猜 剛才大家看到的那隻是黃月鷹 嘩,多漂亮 黃月鷹不是出名醜樣的 為何生得這麼漂亮 這個造型很不宜 先介紹一下這遊戲 今天介紹這個三角接班人 這個遊戲就是要儲不同的角色 然後排陣,組隊打的一個遊戲 讓大家看看我現在有什麼角色 有隻姜維 橙色是傳奇的武將 這隻姜維我是首儲 儲了百元雞 然後是送的一隻角色 同樣,它有前中後排 等一下打一場給大家看 再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這個蔡文基 張合 張合好像是我手抽 這隻角色 還有關瓶 關瓶和蔡文基 就是在主線的時候 一開始劇情會送給你的 蔡文基是一隻寶師 剛剛我做完 前陣子做了一些劇情之後 送了這隻樂盡給我 馬上進去打一場給大家看 我現在已經打到第六章 打到第六章之後 我現在開始有少少... 都能打過 但有少少卡卡的 即是對面開始打得很痛 待會我們再抽一抽 看看會抽到什麼角色 這個是出隊排陣的 這一個是 這次其實我把我有的角色 都已經排在升得漂亮 以及高升數少少少 就是抽到漂亮的角色 我排在前面 前排 這些遊戲就是 前排排了兩隻槍兵 大家如果有玩開 多數排完這個陣之後 就是這五隻角色去打 待會你進去之後 他每一隻角色 他還會有一些兵仔 在後面跟著他一起打 你當現在張俠 這隻是張俠 這隻張俠和趙雲 他兩個兵仔是槍兵 然後姜維和蔡文基 他會帶一些弓箭手 另外樂俊會帶一些騎兵仔 跟他一起出去 那些其實是自己會再去升 讓我看看 你當姜維 他有一些士兵仔 這些是他的士兵仔 現在我是用短弓手 慢慢再升上去會變成長弓手 強弓手 然後再升上去 弓手會變成軍衣 然後火弓手 和露兵 槍兵 給你們看一下 輕槍 重裝 鐵槍兵 然後再升上去是突襲槍兵 長矛兵 嘩 那隻矛兵 還有刺客 其實除了我現在用這四隻兵仔之外 另外還有一隻 騎兵 騎兵 反應沒有騎兵 騎兵仔 然後再升上去就是這個 陷陣騎 方陣騎 和獵騎 除了這幾個之外 其實還有一隻 這隻 輕盾兵 看看升上去是甚麼樣子 我覺得這些兵仔是吸引些 刀斧兵 刀斧手 然後銀盾兵 搞車 這個是推著車仔 然後前面有尖刺吉人 那些 打一場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怎樣 還有如果你是騎兵 剛才駱進是騎兵 騎兵 如果你配陣的時候 對面只要不是槍兵 因為槍兵好像會切斷 一開場進去 駱進就會騎著一隻馬衝進去 騎兵會衝進去 然後撞對面的陣型 他的兵種傷刻大概就是 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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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兵黑暴兵 那些 來來來來 調慢一點 你看到嗎 剛才駱在衝進去 但對面也是騎兵 所以我撞了一下 右下角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兵仔的技 啊 遮住了 這裡 這堆其實是兵仔的技 可以兵仔一起射箭 另外左邊 你看到每一隻角色 聚了燈之後 就可以開始用他的技能 接著這個 張合斬 拼刀 已經贏了 未算去到最難打 再打一下 嘩 嘩 這隻角色我剛剛第一次看到 這個是董卓 董卓抱著 抱著Lamboy的手上 出去打仗 嘩 那張圖 這個位置我真的要 我不應該這樣拍 我應該 我應該怎樣才能移動 這個位置給你看 大家看一下這個造型 大家看一下這一段 聽說 這個靈帝嘉賓 注意派動向 見機行事 喂 這個關銀屏 我想看回董卓那張圖 看到嗎 正啊 不錯啊 董卓這個角色 我很想要 看到嗎 剛剛這個位置 駱俊撞了一下兵 看看 然後呢 唉 我想出 姜維的招技給他們看 我的招 朱國 這招看到姜維啊 朱國年老 不斷射箭 這個陣其實是最基本的陣 兩隻 兩隻坦在前面 一隻寶 兩隻軟弓 這樣 一隻 兩隻坦 一隻騎兵衝進去後陣 然後就是一隻軟弓 和一隻寶師 我現在這個陣 反正也是 不如打進去 那應該呢 第六章對我來說 也不算太難打 因為呢 其實這隻寶師很重要 但我剛剛的寶師走後了 補不到 關瓶血 死了關瓶 城裡面來了這個信 這個策略斧 籌件已經完成了 因為這個是 打完第六章之後 會出的東西 有科技研究的 我們先過去看看 科技 策略斧 研究 策略斧裡面有這個士兵技 哦 OK 就是士兵的技可以強化 那其實呢 城裡面呢 嘩 千里咒丹騎都開了 嘩 可以試這個給大家看看 嘗試打這個 在這個千里咒丹騎裡面 就是每一場戰鬥 OK 那我們選了我們的隊 這一隊 試一下 看他去到多遠 我真的一個人走 嘩 姜維 VS 行中 單跳 射他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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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嘩 嘩 嘩 董卓永遠都是董卓最強 哇這個許柱 這個有型喔 看有沒有什麼角色特別有趣的 剛才董卓幾個起出望外 我現在正面試 月鷹其實也不錯 不知道為什麼關人瓶是超可愛 是有一隻小兔耳朵在 哇大橋 會唱歌 他真的沒得輸喔 董卓真是 真是真棒 這個角色 我的目標 是大家都未必特別大喜好 我最喜歡的董卓 馬上抽個董卓回來見我 張賢 魏賢 因為其實10抽就一定會有一隻橙色的角色 那就是中了魏賢 咦中了一隻 10抽有兩隻喔 OK喔 張角都好像不差 哎呀沒有董卓 好漂亮喔 董卓張圖真是 沒得輸 那些要再升星 現在帶不到他出去打著 好啦其實他除了你要推圖 就是剛才那些推圖副本之外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叫軍 不是周棍的 那這裡其實你是可以進來 有自己的城池 然後你要建自己的那些 你當防禦塔 那些 會被人攻 你也是可以 出去攻擊人的 這個箭塔 你可以建造它高等級的 多重箭塔 草藥塔 投石塔 賊能塔 人家攻過來的時候 你就這樣守著 這些舉馬都可以升級的 不如我們出去 找一個人來打一打 這裡 你看到地圖在這裡 我們先找一個低等級的東西 來打一下 這些5等級的 攻打它 大家看到嗎 正常就是防守 剛才設定的東西就是防守 我現在這邊 攻進去 舉馬高級的 打久一點 那些箭塔可以多射你一會 還有你可以配一些 即是戰多一點 如果你的舉馬夠防守 你可以打人的話 會拿到一些公分 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軍 周棍的排名 這裡就有一個 城池守衛戰 即是其實剛才 你看到那個守的城 然後就看看 你可以打到多少波 頂到多少下 這裡有一個多人組隊 是可以去攻擊一些波士 這個算話給你們看 不如這個集 選一隻角色 這個 這個不跟 剛才你說 自己組一隊 跟你們打 那些 選一隻角色 然後 再上網 跟別人配 一隊五個人 然後再出去 打這個波士 人家打到孫上香 我真的很想抽董卓 真的很漂亮 進來了 有個像蛇 然後就五個人合作 一人帶一隻角色進來 然後就討伐這條蛇 中間是張角 這個 下面是健安的王子 那隻獨青馬 那個造型 是什麼角色 出去看看 很多攻箭手 你看到後面 一排的攻箭手 這樣 完結之後 自己抽一個 證明這五個箱 開的都會有人拿 這些碎片就是用來 升冰仔的碎片 應該剛才那隻就是 這一隻來的 鯉魚 聽到她說什麼 OK 好啦 我不讀普通話 我讀不正 好啦 今天介紹了這個 三角接班人 如果喜歡的話 就自己去IOS 下面給你們連結 如果喜歡的話 在下面 按下連結 再下載遊戲 自己試試玩一下 好 今天介紹 就是來到這裡 下次回來 我們再看看 還有什麼 跟大家玩一下 動場 這個角色我覺得 真的做得好 我支持這個角色 無論左邊畫 和這個公仔 都吸引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